这年头男人没有房子就很难娶其身子 为了讨到老婆 这只熊姓小须玫瑰鱼正在修建房子 熊鱼要一边顶着湍结的水流 用小嘴掀起建筑材料 一边还得时刻提防铜内来偷干净水泥 甚至直接产夺房子 当这只熊鱼正在勤勤恳恳地运输建筑材料的时候 另一条熊鱼就虎视眈眈地淋上了它的房子 瞬间两条熊鱼撕打了起来 入侵者最终不敌 骂骂咧咧灰溜溜地游走了 赶跑对势后 熊鱼继续搬砖建造房子 经过不懈努力 这套耗资七千多块石头堆砌而成的房子 大体结构顺利建成了 最后熊鱼还得再稍加砖修一下 挖出一道可以挡住汹涌水流 翻遍瓷鱼产暖的钩槽 不久后一条漂亮的瓷鱼看到了这套房子 如此壮观的豪宅 有哪条鱼能够拒绝呢 雌鱼主动上前和熊鱼腻外在了一起 他们一起轻轻换动身体 雌鱼在凹槽上产下了他们的爱情结晶 一枚枚晶莹剔透的云暖 在小鱼孵化后 昏房会在水流轻视下逐渐土工瓦解 所以来年熊鱼需要重新建造新房子 在繁殖季节 熊鱼会精心梳妆打扮 头部会冲雪变得粉嘟嘟的 脑门还镶嵌上一颗颗亮晶晶的钻石 熊姓小须美贵雨 为了吸引如花美眷 花费巨大精力建造豪宅婚房 小鱼都知道 要想娶老婆生孩子 必须得先有套房子 其实不管什么动物 要想找对象繁衍后代都不容易